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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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些 生活再方便都淡而无味 关于各种形式的美学的书 我们叫做美术类 硕书号是700 云云这么多种美学 文学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无论是来自日本的牌具 意大利的现代诗 或中国的唐诗 凡是追求美感 追求美好的文字 大部分我们都归类做文学类 硕书号是800 中文堂我们认识过的李伯 大家经常说的沙士比亚 老师很想和大家分享的卡夫卡等等 他们为人类创作了很多美好的诗歌 剧本 小说 我们就称之为文学家了 从6500万年前起 在广阔的地球上 由猿人进化到懂得运用工具的现代人类 我们经历过战争 和平和繁荣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做过不同的事件 造就了我们今时今日的社会 这些事件 我们一一记录在书冊里面 要了解地球不和土地上发生过的大小事 我们就要看历史地理类的书 硕书号是900 综合这两堂 我们学会了度威分类法里面的十个分类 每个分类都有它相应的硕书号 今后要找书 记得留意些什么 没错 就是硕书号 好了 我们下课再继续认识硕书号 Bye MING PAO CANADA